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接近三年 在期间医疗过程中使用的防护服用量大增 你知道那些医务最后是如何被处理的吗 记者现在人来到地方医院带你们深入了解 一走进医院就可以看到医护人员忙碌工作的身影 而他们穿戴使用后的防护医物 则会被送到医院地下室 交由专业的外包人员清洁处理 在医院里面有所谓病情的医院新闻 有消防问题、清洁问题 然后穿脱隔离衣的问题 蓝色区域放置一般污染医物 红色区域放置手术房有沾血的医物 不管是医师袍、检查服 还有病房内使用的棉被医物 都在这个小空间里可以进行整理 从洗衣场回来的干净医物 再交由打包人员 分类发放给医院的各个角落 但是这样与感染医物的近距离接触 会不会有安全疑虑呢 基本数一天大小包就快1000包以上了 破洞、杂质、什么都要筛选 自己本身的话 你要是碰到那个有脏的医物 什么都要去洗手清洁 大部分人只看到医护人员的辛苦 却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在医院的地下室里 还有一群汗流浃背的身影 在默默守护我们的健康 记者张瑞琪、李承宇采访报导